哎好了开始了 那呃 Gochigab同学就讲到啊 很难得星期二我们这边开播 很难得我们星期二 在这边做直播呢 股市是大涨的 啊好像还真的是啊 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呃 今天的这个直播呢 我其实 嗯 不需要什么特别准备啊 啊我就是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些你们想听的东西 哈哈啊很容易就过这一个多小时了哈 其实原本呢我是有教学的这个内容想做分享的 啊啊但是 我们教的那个内容就是我们 讲这个教学方面的内容呢 当然就是不是很兴奋的啊 啊但是今天马股呢表现呢非常的令人振奋 令到你们大家 感觉 回来了回来了啊 所以我们就 不如一起去comment一下这个 就是哎现在有什么板块开始变强了啊 嗯 大家觉得这个股市的火热程度能不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啊 啊这些方面的讨讨论呢哈 ok 这边呢我看到明生但同学就说 菩萨大马教育所好像还是比较喜欢啊 amnor 的人做首相啊 啊那这边就可能会牵涉到一些政治概念股啊 啊但是但是这个 这个 银行是今天综合指数 强势表现的其中一个板块关键的啊 那银行里你说银行板块跟政治人物跟这个政党的关系 好像又比较牵强一点哦对吗 勉强一点哦 所以就今天的这个我们马股的火爆行情呢就就好像不是单单说 政治的这个呃就是政治的不确定性战告一段落好像不单单是这样子啊 各位同学你们怎么看啊 Airport回来了 其实Airport公布的业绩是亏得很惨啊 啊但是股价没有跌啊还继续回升 那么亚洲航空好像要延迟发布季度业绩报告对吗 嗯好 补赛有起色啊这个丢一名说因为成交量回来了啊 是啊 Chris就讲老师银行股今天领保所以我就说了啊 这个不不单单是政治方面的带动啊 那突然间这个经济展望好像变好了 所以银行股才走上来啊 OK 扶苏板块 Darren Darren Chai说 扶苏股有动静了 Yes 也是也是啊 So Jackie Chan说看得出市场比较接受巫统执政 那这一个东西呢可能会有争议的 就我听到一些不同的啊投资者的comment啊 他们他们有些有些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老这个不代表我的讲法 只是我听到罢了大家也给点意见 就说如果不是呃我们现在的 呃这个首相 OK So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有一个代号叫做海归 首相这个很奇怪啊 那后来我查了一些典故在马来西亚的典故 我大概明白了哈 那么 啊 啊OKOK我讲回那个观点先啊 关于是不是市场接受巫统的这个呃 政党或者说是呃 接受这个呃 来自巫统阵营的人做这个首相 那我听到的另外一个讲法是说在这一个节点上面 那是上个星期是我们政局的变化的关键啊 就有一种讲法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之下 大家因为疫情的这个呃 马来西亚我们受疫情重创 所以有蛮多的怨气啊 那么大家就会找领导人来啊这个宣泄一下了对吗 然后就出现了更换领导人 那我听到的讲法就说在这种节点上面如果换成安华 都有可能股市会涨就就我我再讲多一次 这个不是我的观点我听到人家讲的这个观点 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比较想要的是some kind of 改变需要有点改变啊 市场上面需要看到希望啊那只要有希望了 那股市就开始变化了 就要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啊 我转达一些这个这个引用别人的一些观点 就也不懂大家有什么样其他的这个想法啊 ok 那么先看看综合指数好不好 先看看综合指数的这个情况啊 呃来这边 这个是综合指数今天的表现啊 同学们看得到吗 综合指数1553点今天收视下 我的屏幕这边我的手机屏幕这边还没有变化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这边哦有同学问老师怎么样看手套啊 呃这个这个可能我们在 这一轮的行情里面啊 在目前这个星期看到的走势里面呢 好像手套股市属于 呃 没有份的那一个板块啊 同学们你们觉得呢 啊你们怎么看啊 手套股好像在这一波行情里面不被受到带动 也感觉不到它会被受到带动啊 啊那手套板块可能会继续慢慢慢慢的调整出价值 ok so 这个是看法啊 so 好 好 外资啊 外资啊 靠亲力就想外资 诶对不起 对不起 Andy Andy说 外资对 UNO 做政府比较有信心 啊 啊 so 银行股直接呃 银行股跟国家对基金有关联 这个是靠亲利同学的观点 ok 好 哼哼哼哼哼 大家在下面讨论海龟蛋的故事啊 啊 好了 这个Melvin说 老师还是少点comment这些政治啊 群内人多口闸 是的是的 很危险 所以陈建老师我不是这方面的啊 啊 这个 没有研究的啊 只是乱讲一通的 所以 呃 我不 我 我就收口了 我就住口了啊 哎 这个政治方面 我们不谈 我们回来讲回 嗯 股市现在马股的投资者 对我们这个阶段的 嗯 行情 那刚刚我说我要看综合指数啊 哎呀 对不起啊 我就在 呃 看一看这个屏幕转变的时候 现在应该屏幕可以顺利转变了吧 我看看啊 嗯 好了 来 先看看综合指数啊 综合指数 已经是出现第二个交易日比较迅猛的上升 今天我们升了30点哦 对吗 那 你看这个以良夺一下这个蜡烛的身体啊 今天这个白色就是升了 对吧 阳烛 那30点的上升了 那这个身体就蛮长一下子啊 比之前 8月17号 哎 同学们还记得8月17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8月17号发生了什么事情 8月17号这一天呢 涨了20点 OK 今天涨了30点 啊 那么 那么 为什么 8月17号刚好对比今天24号对吗 哎 一个星期天 一个星期前 嗯 那么上个星期的星期二哎 原来我们上个星期也是也是刚好是星期二啊 哦 哦 原来上个星期星期二也是有涨啊 啊 我就觉得我还以为哎 我很久没有在这个星期二直播的时候看到啊 比较火爆 但是啊 今天的那个成交量啊 还有很多股票的这个回升呢 啊 更明显啊 那同学们有印象吗 8月17号怎么回事啊 看comment先啊 看comment先 那你看我们在线人数已经2900人了啊 很久没有很久没有超过3000人啊 啊 我们的股市现在一热起来呢 今天晚上这边呢 应该会人数看到三字头吧 对吗 啊 会不会啊 各位同学 靠你们帮忙啊 帮忙点赞跟帮忙分享一下呢 对吧 啊 难得我们今天就 呃 乱聊啊 乱讲一通 哈哈哈哈 啊 讲一些令大家高兴的话啊 OK啊 这个戴吉强同学说上个星期 就是叮叮倒台的日子 OK 好哎呀 这个同学们我们就 呃 还是不要谈政治啊 呃 只是很快的 是的 呃 在我们综合指数啊 上个星期的8月17号 这一天涨了20点 就是我们当时候宣布要换首相了 OK 那我们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 哎呦 为什么这个呃 首相辞职 我们的股市反而升上去的呢 对吗 其实上个星期我们也已经有一些的这个呃 看法是呃 跟现在今天马股的这个变化啊 方向呢 有一些关系的了 那上个星期呢 我们就有讲到的 为什么我们的首相辞职 呃 股市反而是出现正面的反应 原本很多人以为呢 我们哇 首相要这个这个呃 可能要被逼供对不对啊 要被被被被赶走 然后政治不稳定啊 大乱斗 然后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股市可能会表现不好 谁知道不是啊 那主要的我们上个星期的comment啊 延续的 是慕尤丁在辞职之前呢是决定了 就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 原本的国家服输计划第一阶段 大家担心遥遥无奇啊 在龙雪地区 龙雪地区要去到第二阶段 感觉遥遥无奇 大家都怕了 我们的股市其实是 连续三个月都在 阳低阳低这样子下跌 就是我们从5月份开始mco3.0 然后6月份啊 对吗啊 fmco甚至emco到7月份 原本讲的五穷六决7翻身 其实没有发生 7月份并没有发生翻身对吗 所以我们也回应了 几个月前5月份的时候 大家一开始讲哎呀 五穷六决啊对吗啊 我们先 就再 告诉大家一次 五穷六决7翻身 这个有时准有时不准的了 结果今年的7月份呢 我们没有回升 现在8月份你才回升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之前掉下来就是因为 大家看到复工复产遥遥无奇 我们又被 就是大家也被迫在家 啊防疫啊 消费又不能够实现啊 很多生意也做不了啊 有些朋友甚至也不能够开 开门做生意啊 对吗 我们上个星期才讲到的 哇很多朋友的车 啊两个月都没有洗车了 因为洗车店不准开 那么慕尤丁在 他辞职之前其实宣布了开放 嘛甚至我们在上个星期 也看到了消息 说允许打了两针 这个疫苗的人 开始 堂食 dying so 其实在刚刚的这个 刚刚的星期六吧 对了刚刚星期六 我就有跟大家做直播嘛 星期六的下午 然后星期六的中午呢 我也是出去打包 对吗 然后我顺便去这个麦当劳买一下 咖啡了哈 那我去的麦当劳就在这个 the curve那边 然后我就发现就在 Ikano power center 在Ikea旁边的那个那个那个麦当劳 so哇塞车 ok 然后出现了很多的车park在路边的啊 然后就是好像好多的 走shopping的人呢回来了 重新出现了一些人流了啊 那 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经济重新开放的 那个 就大家好像等了很久了啊 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报复性逛街啊 报复性消费吗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子的 报复性消费的能力啊 我知道有些朋友的这个家庭收入 个人收入是受到影响的做生意的朋友 这几个月也绝对不好过的啊 那我在这边只是 呃 点评一下我看到的一些现象啊 ok 呃 没有说 呃 这个 这个 没有什么挖苦的意思 那 经济的这个开放是我们 慕游丁首相在辞职之前 好像 他选了这样 这 他选了这条路 那然后现在我们的新首相啊 也是 属于同一个阵营的政治人物啊 同一个阵营的领袖 那么 也就说 原本的这个啊 然后今天 然后今天就有讲到内阁里面的很多成员啊 是 没有什么变化之类的对吗啊 那也就说在政策上面 就在政策的方向上面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变化 ok 那经济还是要迎来开放 就我们还是选择了保经济 那么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旦确认下来呢 其实股市里面的很多行业的股票呢 就开始有反应了 那当然这个不单单只是政治方面的 或者说政治人物的这个领 这个领袖的更换啊 那还伴随着我们也开始看到连续两天 我们的这个确诊人数呢开始下降了 对吗 然后呢 之前的消息也是传来马来西亚的公共医疗系统里面的 就是啊 这个重症患者啊 对吗 这个医疗体系的负担呢 也开始也开始降低了 我看到的新闻报道 如果有错或者有不同意见的 欢迎同学们在留言区comment啊 ok我们看到3100位的同学在线上了 很好啊 蛮久没有见过3000位的这个这个这个朋友们在这边 那我们陆续会讲到一些板块 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这个 比如有些前两个月不能够开工的行业 他们的股票的走势呢 是令很多人呢 超税了心的 令到很多投资者呢 哎呀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对不对 然后最近这一个星期从上个星期到现在 今天很多这些原本不许这个开工啊 或者说原本大家觉得他们前途 呃这个一片灰暗的那些行业那些个股呢 来到这个星期来到今天呢 都开始有所回升 所以大家一下子感觉希望从然了对吗 啊然后有些朋友呢 之前因为比较灰心有些股票套住了他的本金 然后就感觉哎现在的股市很险啊对吗 不懂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翻身或者扭亏为盈 那现在这个星期呢看到机会了 现在这个星期的这个的这个这个 这个市场的热度啊让很多投资者重新看到了 呃可能之前一些股票现在开始回升 那呃刚刚又有提到的就感觉好像手套股除外 好像手套股没有太直接的这个关系 因为现在这一轮我们马股的重新变热 是国内的因素在发挥影响 对吗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政治政治方面的因素 然后我们提到国内的疫情还有经济的开放 现在的这一轮回升是国内的因素 跟国外的因素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而手套行业比较需要依靠的是国外的因素 对吗国外的订单 国外的疫情情况 对不对 所以嗯 哎加上之前我们很多马股的投资 股市者也是非常沮丧的外围股市对吧 亚太地区的股市或者美国股市 哇人家都很好表现了 美国股市现在甚至破新高在过去这 这几个星期里面那我们的这个股市 啊在8月上旬 我们在8月上旬啊 我们都还在跌着中等指数还在尝试跌破1500点 到8月中我们才开始回升 哎就之前人家生我们没有关系啊 那现在我们生是我们国内的关系 啊所以之前人家生我们爹是国内的关系 那现在我们这一轮回升也是国内的关系 所以就说跟这个手套板块 跟国外比较有关系的就关系度不是很大 那这个是我回应一下同学们讲到的 这个关于手套股会不会回升呢 我们就刚刚讲的是观察啊 是一个观察你可以说是在乱猜的啊 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 OK因为我们现在不在分析 什么公司的这个最新发展啊 只是针对现在的这些市场上面的投资者 他们观察到的东西我们跟大家讲讲一下 然后归纳一下现在的这个因素对于我们的市场 有没有机会继续保持这样子的回升势头 而尝试做出一些方向性的这个猜测 啊OK那么当然呢投资决定投资决策 关系到你具体的公司具体的股票的接下来的发展 还是同学们你们自己要做功课的哈 我我我今晚在讲的比较overworld general的东西啊 比较大环境方面的东西啊 OK那么这个啊讲到的国内市的这一轮啊到这个星期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确诊人数昨天是17000多今天是15000多对吗 好这个大家也看得到在经过了三个月的我们不断的去啊 当然也靠啊这个马来西亚的啊公共医疗系统啊 包括这个啊接种的啊我们的疫苗的接种人数也是在不断的提升 我们有看到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发一些文告 就是说他们的工厂的那个vaccination的那个比例 已经达到多少多少巴仙了多少多少工人呢 已经啊打了第一针多少多少工人已经打了第二针对吗 很多上市公司尤其是从尤其是这个比较从事密集劳动型的这个生产的 有工厂的有很多员工的他们就容易发生群聚感染的这些行业呢 他们都纷纷出一些文告说他们的那个接种比例 那同时我们也有不不少的这个松大的学员从北马地区南马地区的对吗 半导体工厂北马地区的他们已经接种到什么程度了啊 有些照片在whatsapp那边传过来传过去这样子的 那南马地区的家私厂啊那边啊也是有有有没有接种疫苗啊 so这些消息呢都看得到了啊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向着原本我们讲的国家服输计划 national recovery plan的那个方向去走的 那所以呢其实啊政治的这个重新稳定政局马来西亚政局的重新稳定是其中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大家觉得经济开放的那个或者说走上扶苏走上重新开放复工复产的那个情况呢 才是我们提振提振我们市场的那个情绪的比较重要的一环 那当然也包括这个啊你说银行股今天今天有表现 呃其实我们也去看一看啊银行股 比如我们看啊 public bank may bank了好不好 ok我们看看啊 那综合指数是从 我们再看多一次过去的三个月的表现啊 哥同学我们之前是1600点的哦 4月尾的时候我们在1600点 8月头的时候我们跌破了1500点 所以在刚刚过去的三个月里面呢 啊综合指数就是 其实跌了100点 然后现在我们哎很快回升到1550点了哦 我们跌了100点现在回升上来啊 差不多涨了一半了 那我们来看看啊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 银行股的表现怎么样 第一个我们看看public bank 我们看看public bank啊 public bank 啊public bank 在之前5月份公布业绩的时候呢 大家都挺兴奋的 你看这个是公布业绩的那个日期 5月11号公布业绩 我们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指标 可以标示出这个公布业绩 结算业绩到公布业绩之间 以及公布业绩之后啊 这里就会有两条虚线 第一个虚线就是结算日 第二个虚线就是发布日期 那你可以看到public bank呢 三个季度在公布业绩过后呢 股价是升了一点 之后你看啊 从6月份开始 哦 FMCO了 EMCO了 public bank就出现了 央低央低的那种下跌了 你看每天就是每天波动很小的 每天波动很小 然后就是每天跌一点 每天跌一点每天又不反弹 基本上不反弹才可恶你看到吗 整两个月的下跌都是这样子 每天啊 这个是很经典的 这种是很经典的 阴跌的那种batter 同学们要记住 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 是让我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 啊 因为你说你反弹一下我就跑啊 他就是每天都不反弹 然后他每天也跌不多 啊 每天跌一点点 跌一两个价位 好像就是 骗你的肉啊 这样子 好像那个片皮鸭 这样子 骗你一点点 这样子 一个月下来 两个月下来 你可能就是10% 15%这样子的跌幅啊 是非常可恶的啊 那么这个public bank就是 45度的下跌 跌了一个多两个月 那从这个4块3 对吗 跌到这个3块9 就真的是跌了10%啊 那今天呢一下子是升回4.3% 那银行股 今天的这个其中一个银行股的 这个是大银行来的吗 它的表现 就令人振奋 就感觉上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有很多行业 我我刚举的那个public bank的batten啊 很多其他行业也是这样子的 比如你看看那些家具啊 对吗 木板的那些不能够开工的 在过去两个月里面不能够开工的 他们的股票都是每天这样子的 央低央低这样子下跌 令到我们很多马股的投资者呢 就失去了耐心 OK 甚至很灰心很沮丧的 但是啊 你看一来到现在 我们市场的情绪一转好 回升 就是它一回升的那个幅度 相当惊人 而且回升的速度相当的快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切进来 跟大家讲一讲心灵鸡汤的咯 你看啊 那三千四百人呢 行情一热回来 我们的那个在线人数就同步回升啊 对吧 那我们每个星期在这边都是跟大家做分享 之前我们就两千人啊 对吧 我们从五月份在线人数就开始下跌了 股市越来越冷 那我们的在线人数也越来越冷 那很多投资者 因为他觉得哎呀好像现在没有什么行情啊 老同学们到今天综合指数回升到一千五百五十点 那你们再回 就我我希望我们在线的同学们啊 有一些是一直参与我们这边的 有一些其实可能已经前几个月 前两个月都根本不想看到我 对吧 哎那个死光头老 看到他在那边 他又没有行情 又在那边拼命讲东西 啊看到我都闲了 对吧 跟朋友去聊天好过啊之类的 但是 我们来看一看 比较 理性的去看待一下 这三个月的行情 股市里面的行情啊 是很无聊的 是闷的很闲 ok 但是如果你在人家 纷纷离开不看的时候 跟你一直对这个市场保持关注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在线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每个星期都来这边捧场的 啊那我们这三个月下来我们每个星期都跌了 但是我们都有东西讲的 对吗 交一交东西啊 啊 就交交想法 或者是分析方法 总之就是希望你对价值投资有信心 你对你投资的企业 是从基本面角度去关注的 那我们也多次讲 这样子的行情一直走下来的话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股票浮现出价值的 ok 包括我刚刚不小心随便 举到的这个public bank这样子的情况啊 你看两个月这样子跌 但是今天一天的回升 就差不多将 已经将一个月你看7月份 7月份到现在8月份的 这一个多月的跌幅 一天就帮你追回来了 当然整个7月份不容易熬过 每天都跌一点点 每天都没不涨不跌 这样子的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力 总之就每天没有momentum的 但是momentum一来的时候 你现在才问能不能够买 对吗 很多朋友如果他中间没有关注 今天突然间回来我们这个直播 然后他问老师还可以买吗 那同学们 我应该给他怎么样的回答呢 如果你们每个星期在这边 关注着的同学们 你们心中又有些什么话 想跟这些行情不好就 就不研究不做功课不看 对吗 行情一好就回来问 还有没有得吃啊 还有没有机会啊 那如果你是后者 你永远都是后知后觉 同意吗 你一直在看着的 一直在做着努力的 一直在研究着的 你就会先知先觉 我看看同学们你们自己在留言区 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这个看法 对吗 那倒反倒反倒反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关于先知先觉后知后觉 对吗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你一直在stay in the game 你一直在做功课 你一直在留意你的策略 会spot到什么机会的 你可能已经趁低吸纳了 so当然在坏消息来到的时候 坏消息来到的时候 大家还是有担忧是正常的 我记得我之前有剪接过 我之前有剪接过的 有些同学问 这个家具股会不会game over 对不对 家具板块会不会完蛋掉 那我们也谈过 那家具股会不会这么容易完蛋呢 这个行业在我们马来西亚 它不是这么容易一夜之间 就被人家连根拔起的吗 他有竞争优势的这些公司的老板 这些公司的管理层 是懂得经营这个生意的 而且经营了很多年了 对不对 so他们会不会被这样子的 这个 现在不准开工 对吗 两个月生产受到影响 那么他们会不会被这样子的 这个抗疫对吗 防疫的措施就令到他生意破产呢 那我为什么讲到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 在过去这两个多三个月里面 你只看着股价 你每天只盯着股价 你看到他跌 ok 你难受他再跌你更难受 然后他再跌你就绝望了 ok 你就不要看了 对吗 那然后稍微你看今天 行情一回来 嘶一声 他就将你前面 哎呀为什么跌啊 今天又跌啊 每天都跌了 他一天就将整个月的跌幅追回来 刚刚我讲的 popping bank这种情况 所以你每天盯着股价 是不是其实令你自己更加的难受 以及很多人就是因为顶不顺了 被打喊了 那么他在一点一点掉下来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选择了也跟着cut loss 对吗 反正这样子掉的话应该没有机会的了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想给大家去感受的到 就是重新回想一下这三个月 股价是会波动的 你们不是在买股价 你们在买的是那个企业 那个公司背后的生意 他的生意能够做吗 能够继续做吗 ok so这个东西是决定他的股价 会不会回来的 现在我们复工复产呢 对吗 经济开始重新要这个运作起来了 那很多行业的股票呢就开始了回升 将前面这两三个月的这个 这个郁闷的情绪啊就一扫而空 那这个是一个好现象来的 ok 那我们现在股市里面的投资者 看到经济的这个陆陆续续会 就原本的经济国家服输计划 其实现在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你原本是原本是说要将这个确诊人数降到每天几多 然后多少巴仙的这个人接种了疫苗对吗 然后这个公共医院的那个ICU的这个重症患者要降低到多少 那现在到底这个标准还是不是跟这样子的标准 我们都开始有点模糊模糊掉了 但是这个工厂的重新投入生产啊 然后我们可以允许这个堂食啊 然后买东西啊我们的生活有些方面会陆续回复正常状态 那这个趋势呢是比较明显的啊 那其实其实我们不能够太过过度乐观先 那我们也来讲一讲了 因为刚刚讲了一些比较就是好像就令到大家重新看到希望比较振奋的话 那讲好的也要讲坏的啊也要讲坏了 那如果这一个只是一个反弹 对吗各位同学如果这一轮行情它只是一个反弹的话呢 你也要懂得分清楚你的股票是只是跟着反弹回升 还是他反弹回升之后会再破新高 那请你将这个东西搞清楚先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